随着那集早前访华签署多项协议 许多商家都看准中国的消费市场蠢蠢欲动 但商家们往往在禁军中国方面忽略了法律的问题 马来西亚中国法律联合会会长罗章武律师 来跟大家解析大马人在禁军中国最常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大马商家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认为他们懂的中文而忽略了这个法律的层面 所以他们掉以轻心 第二就是文化的差异 你们听到的未必是他们真正的意思 所以你必须通过律师来解读 假如是做贸易的最大的状况就是在商标被抢住 也就是说你的商标进入中国市场前 没有申请注册的话 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被其他的人先抢住了 那你就要付出代价 像这个抢住你商标的人购买回你的商标 否则你的产品进入中国就是变成一个假冒商品 你就会面对销售上的困难 甚至是你会被监禁三到七年 另外中国的法律和马来西亚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来西亚和中国不互相承认对方两国的法庭的判决 但是两国都是纽约公约国的缔约国 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仲裁来解决 仲裁有几个好处 第一就是保密性 第二就是专业性 有些专业的合同 你只能通过有专业尝试的法官或者仲裁员来判定 第三就是仲裁就是没有上诉的 就是一次的判决或者裁决就是决定了一个后果 所以你要有把握就是仲裁 你这个案件不是很复杂 对你有利你再采取仲裁 另外仲裁的费用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相对来讲仲裁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 此外罗章五也提到 在进军中国投资和贸易上的差别 他们最大的分别当然一个是贸易 就是可能没有投资的长期性 在投资合同方面你就要注意如何退出 假如股东发生纠纷 你怎么样把你的股权转让或者怎么样退出 有一个机制 贸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收到你的货款 假如你有合作伙伴 你要注意的就是公司的章程 必须量身制定 第二或者你必须有一个股东协议 来保障双方的利益 双方的义务 相反的也就是说你假如对这个市场很熟悉 你也可以成立独自治公司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没有不需要中国伙伴 来干涉你的这个合作方式 而马来西亚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马中的贸易合作也越来越密切 罗章五也提到这是个很好的机遇 其实一带一路对于大马山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那如何把握这个机遇呢 就要发挥马来西亚商家的优势 第一我们食品安全方面 这个中国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亲政认证对于中国来讲 是一个食品安全的注重的环节 第二就是马来西亚有很多天然资源 所以是吸引中国人来投资马来西亚的一个优势 马来西亚商家在世界上的心意和口碑都相当不错 曾经我在中国有遇到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中外合资的一家公司 提供这个输油管或是输气管道俄罗斯 那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中国也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技术 他们的回答是说 马来西亚的企业的国际心意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趁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基础 和中国商家一起合作 在这个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上 共同合作开发市场 还想知道更多进军中国会面对的法律问题吗 1月12号在新中日报总社举办的 进军中国您是否面对法律难题讲座 将邀请三位马中法律专家 为您解答各种法律问题 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网址报名